市長跟 王署長 陳鎮香說我伊生在亂 我住東港 我們那個剪部剪剪剪部部長 關於東港旁邊的新元 我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現在黑尾遺棄開始了 我們黨工大家都知道都是黑鮪魚 以前最多一年抓到一萬多條 但是到去年剩下七百多條 七百多條多尾的黑鮪魚 為什麼會少這麼多 為什麼會減這麼多 當然大家一大堆原因有環保什麼 但是最主要原因我跟署長報告 是因為我們的漁船不敢到菲律賓去 那現在菲律賓跟我們最糟糕的問題是 我剛剛問他說 林海是五海里十二海里 那經濟海域是一百五十海里或兩百海里 如果菲律賓最北邊的島 畫一百五十海里 可憐到台南 所以兩個是交叉 但是我們的漁船抓黑鮪魚 菲律賓的漁船 菲律賓的炮艇抓我們的漁船 我們抓魚 他們抓純 一隻純要砍掉 一隻純要一千萬的台幣 我最近都在處理這種 然後一個人頭一百萬台幣 不然就給你抓去灌 船就給你放在那邊一直放一直放 一直放到爛掉 壞掉 那我們的海巡署 有沒有強勢的作為 我覺得我 現在已經 一隻五十萬歲 一直我們都很弱 我們的海軍 以前是海軍現在是海巡署 這個是屬於海巡署的話 還是我們國安部的話 這個 富魚是由海巡署來負責 你們好像沒有什麼作為 我向委員報告 那菲律賓的漁船被扣押的 就是說我們的漁船在菲律賓的海域被扣押 大部分都是近十二海底 也就是說他們的零海 那在專屬經濟海域大概有 但是很少 那在富魚的部分 像現在黑尾漁 像在釣魚在海域 我們每天都有一艘巡船艦艇 在那個地方 而且是限地交接 所以說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漁船在那邊坐位都是平安的 假如說日本 他們有這個發宣傳單的話 我們的船都馬上會靠近 那在菲律賓的海域部分 因為距離比較遠 而且是在 有時候我們的漁船都是近 直到原價領海 我想你在處理的部分 我也在處理的部分 大概都是這個 但是菲律賓的砲艇 開到我們的南語附近 所以我們的船追到南語附近 我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海巡署 還擊啦回擊啦 這一次南沙太平島 越南來騷擾 我是沒有到現場 因為我是海軍陸戰隊喔 你看看我這樣喔 我哪有這樣 不過民國七十幾年做的 海軍陸戰隊軍醫 等一下我們東沙也去過 那現在就是說 所以 越南的砲艇跟我們開火 聽說我們的海巡署的弟兄 是躲起來在那邊哭啊 有這種事情喔 我還是太糟糕了吧 沒有今天已經我們成親了 而且召開記者會說明 絕對沒有這回事 我想我們三個五人去 他那時候我們是相繼五十公尺 他要離開的時候 我們聽到疑似 這個槍擊的一聲齁 而且不是在面對面 而且不是對峙 也不是衝突 所以我們的弟兄 而且他是在中桌礁 不是在太平島上 所以我們的弟兄根本不可能 說什麼這個下了 下了這個掉眼淚啦 或是這樣 絕對沒有這回事啦 黑鮪魚齁 他的前面這一波是 飛魚 你哪看現在就是飛魚劑 整個海都是紅色的喔 飛魚這樣飛 他可以飛十二米喔 八到十二米 然後 飛魚的後面就是 跪桃德 跪桃德就吃飛魚 後面就是黑鮪魚 吃跪桃德 所以是一串的 那這個是上帝賞識的啦 那當然我們也是要環保 也不要濫捕等等 但是我們現在的 漁船 東港的漁船 本來 黑鮪魚去 都會有差不多兩百艘的船 改成抓黑鮪魚 現在沒什麼人要捕 因為 一艘船 改成抓黑鮪魚 就要花差不多兩百萬左右 那現在抓 又不敢靠近菲律賓 那也是我們的 經濟海衣啊 啊 我們就不敢去 那去就用砍的 砍的就要多少錢 血本無歸 有時候人命都出問題 那菲律賓的砲艇 就是跟我們的漁船直接開火 你知道不知道他登船就是開火 我覺得我們的海巡所應該要強勢 那不然真的 看我看起來很漂亮 沒有在我們南部海域 我們有這個巡附船 在那個地方巡附啦 因為我們的巡附的範圍 有一條線 就是暫定執法線 那暫定執法線 在南部這一部分 這個化虛線 我們的船會到這個範圍 那剛剛委員所講的 我想 結果我們查證的 大部分都是禁置到人家十二海裡的 所以才被扣押的 沒有要有一個海道 一個水道啦 只要經過水道他就撞 真的有時候是沒有下魚鵝 只要是 這樣好像撿過他就在你 我剩兩分而已 所以我覺得我們海巡署 應該要比較矮 我不要再看我們被人開飛過 就自己開一遍看看有怕什麼 我們要拚看看 連火力賓都沒有好 火力賓都比較強 火力賓都不敢開 你們實在有夠六歲 來我要問第二個 第二個是 我多一分鐘可以啦 10月21號有一艘 東港的漁船 叫做新滿群 在關島 失火 第七艦隊去卡布他 結果是一艘馬紹爾群島的商船 把他撞起來 一個 一個 船長是台灣人 一個 印尼的漁工是 合法聘用的漁工 另外七個漁工是 境外聘的漁工 也都是合法啦 結果 馬紹爾 到青島這艘船就把他 載到青島 青島 這幾條都我在幫忙 那我們的海基會 陸委會 都到幫忙 水利 漁業署 但是 到最後 結果 我直接就找他 國台辦 王曉斌局長 快 叫他們直接到青島去接人 再青島 結果就碰到 又碰到 中俄在演習 在渤海灣演習 所以整條商船都 踩到外面 又派小船去接接近 好不容易 今天5月1號 昨天5月1號 接回來了 那我現在要請問 這次應該是國安部管轄的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 已經到公海了嘛 我們國安部有什麼作為 像這一種的 不是讓我們的子民 讓我們的漁民 就在那邊幫忙 要不是第七艦隊出手 要不是馬沙爾出手 我們就死了 死了 報告委員 我們的巡域範圍 沒有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 不是我們的一個 所以要靠上帝 我們有沒有說作為 將來有什麼作為 這個層次不窮 我向委員報告 像烈士的案件 等到遺傳報案的話 我們都會透過 外交部 給我們自在的單位 來這個來協助 那假如說被 夾池射擊刑案的話 我們海巡署都會派艦去 像最近 我們就派艦去 把一個 一個一艘漁船 就接回來了 那這個這個狀況 那現在這個案子 我也了解 當時失火了以後 馬上有人把這個 全部就上船了 那這個處理畫面 應該是不錯 而且是透過外交部 他們協調 這個美國的這個單位 來處理 那像這一種 這一種在公海上 發生海難的 我也沒有感受到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有什麼積極的作為 沒有這個全世界各國 如果說像在兩三千海裡之外的 那一定要是透過外交途徑 究竟這個來解決 應該是這樣的 沒有說我們的船 開到那邊去 一開到那邊去 也許要一個月半個月才到 這個海難的話 一定是臨近國家 像現在這個別的國家 在我們周遭海 我們海巡署都是舊 我們大部分都去舊外公 船舶比較多 現在反而是這樣 用飛機把他空投了 那個 謝謝老師 我知道你不是來亂 不過你問的問題 實在有點遠一點 那麼遠的地方